網通族群可以熱線整個第四季嗎? 有線已經長很高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胡振宏、胡老師 千涵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近期由於低軌衛星 盤面上資金輪動到他 那網通族群表現也是很活躍 到底接下來第四季 可不可以熱線第四季啊? 那我們其實這個網通族群 之前我們也講過一次了 那到底這個網通族群要怎麼看? 因為說真的網通族群 他的這個範圍太大 對!太雜太廣了 你摸到邊的也叫網通 那所以說這個網通族群 其實有很多個股 他已經來到了前波的高點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曾鴻發現 最近的法人只要是長高的 他都開始在挑起 是,像電池股也是 對!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稍微去注意 當然有其他個股就不太一樣 我在最後面節目就跟你講 好,我們先來看台陽 台陽之前他會這樣子騎拉 最主要目的是尬空 尬完空之後 這個空單也慢慢退場了 所以這個未來有沒有在 有機會再往上過全高的話 我覺得那個短壓點83.8就要稍微注意了 可是過前高不代表他一直會往上衝 這個就是要看他的整個的成交量 或是這個法人 因為目前為止台陽是法人會比較喜歡的 所以說這個法人有沒有辦法 繼續往上推升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之前最主要是尬空 那現在這個題材有沒有繼續讓他說 往這個有個基本面 繼續把這個股價支撐到更高點 這可能就會稍微要去考慮一下了 再來我們就是看這個字翼 字翼在這個地方也是先經過一段跌之後 他打底然後往上衝 這個往上衝之後 你要去注意了 因為前面有個解套的賣壓 這個解套賣壓能不能把它消化掉 當然最近的量有放出來了 可是一般而言到了解套賣壓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對 因為我們大盤已經在1萬7200點了 半年現在一直徘徊 夠氣 就會晃的時候 針對這個解套賣壓就容易去鬆動 容易鬆動就比較容易被壓回 所以現在這個個股上來看的話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當然他算蠻強的 以目前來看 因為是帶量往上攻 所以說這個解套賣壓 要怎麼去消化他就是看量 量如果有辦法衝出去的話 我相信還是有機會去挑戰前波的高點 好 再來就是賤撻 賤撻今天漲停了 對 對 這個短壓點能不能過 就在26.6元 因為他雖然這個漲停 可是他量帶不出來的話 那這個有點難 對會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我是比較看好賤撻 為什麼 因為賤撻是他之前的量不大 最近的量放得非常大 那這就是我在之前有講過 我說這樣子有個好處就是 他會把之前的解套賣壓給消化掉 對 像最麻煩就是很多網通股是倒過來的 什麼叫倒過來 就現在的量很小 前面之前的量很大 這是現在網通股最大的通病 就是他之前量都很大 對 那衝上來的時候就量就 都一數而已 那種火種就太小了 就沒有辦法有一個延續性 現在目前我看下來 這個整個成交量 最漂亮的應該就算是賤撻 可是他不是一種一直往上衝的這種股票 他都會震盪一下 然後再震 對然後再走 震盪一下又再走 他也蠻好找切入點 對他就是那種停停仇走 可是你就是要有耐心 如果說比方說我講今天還沒漲之前 你看到那三個黑K你就會怕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學過技術分析的人 你看了就是一定會怕 那我們是本身已經超了24年的操盤 所以我們會了解 那不是真正的轉落 或是轉空的現象 那只是說你要不要去等 因為操作這張股票 你要等一等才衝 那有沒有更好的股票 可以一直衝的 這就是你自己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我們就是給你一個參考跟建議 那再來就是奇蹟 那奇蹟為什麼要用周線 因為如果用日線比較不好看 周線就看得很清楚是什麼 他有個解套賣押在那個地方 那是誰造成的呢 就是法人 法人對之前拼命買 然後講了他有多好 然後又調高他的目標價 結果一堆人就在那個地方有沒有 開始被套牢 然後他就在那邊 上上下下在幹嘛 出貨 法人在那個地方有出貨過 好隔了那麼久 那一根K線是一個禮拜 很久了 將近有多久 大概有半年 所以這半年來 好不容易回到這個地方了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走 去消化這解套賣押 法人是最重要的一個籌碼 尤其是外資 就是他搞的鬼 所以說要算帳就是要找他算帳 這到底會不會把他拉上去 我們就是要看他了 那當然我說過 網通族群因為他的比較散 所以你要去抓這些所謂的聯動性 我覺得那個聯動性很低 所以說你說你要看到健碳去追別的股票 不一定 不一定會跟著漲 那比較有聯動性的目前為止 我看到的還是以衛盛集團 就是我們講的宏達電 跟衛盛這個部分 比較有強勢的連續性 但這個部分我會在我盤後的節目 來跟你做個解說 那我們今天就分析到這邊 跟你分享到這裡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續鎖定老師的Line跟Telegram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